雪王那个老 临死前还不问开条错路给我 还好 你又是什么人 把你摸入地狱时 将军们 目的地 走 不得不说 曹严明只要一出场 就会给人很安全的感觉 而相比起来 其他几个人真是被连续念了两集 他们真就如此不堪 曹严明团队到底什么实力呢 这问题第三季的剧情 即将迎来受尾击弹 在已经更新的剧情中 徐晃出场配合徐楚点为 斩杀了雪王 但是曹严明的几位伙伴 可是明显不太给力 北洛士们带着大兴吉拉 来到蜂王的领地 本来对付蜂王下面的两个小萝卜 看着还挺强的 然而面对蜂王的攻击 这两人真的是毫无招架之力 虽然施灵明能勉强通过土石之力 将他们包裹起来 不至于被蜂王随时可有的风弹炸死 但是在单打多数上 吉拉的战力和蜂王比也太弱了些吧 即便是拳脚功夫 依然是被蜂王死死压制 更可怕的是 蜂王的大招恐惧效果 瞬间就能让恐惧 喷噬夏琳和北洛士们的内心 让他们变为砧板上的肉 任人在割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风花血月四王 其实根本就不是人类 而是上古神明 拥有着超越凡人的力量 蜂王就是上古骑兽必防 花王就是阴招 月王则是奢比师 幸运的是 这四王其实并不是一条心 其中花王因为过于善良 和其他三王的理念不合 他觉得三王不该杀死 踏凤族人 而为了他们自己延长寿命 于是悄悄藏匿了 带有严悄悄灵魂的网罐 但他也想不到 这一切都在月王的计算之中 即使花王决心的本体作战 依然是被月王的弑魂九所碾压 最终被秦柱带回了月宫 至于燕风扎就不用说了吧 应该是所有人之中最惨的了 被月王识化后 亲眼看着自己的姐姐 身体站在自己的眼前 然而真正姐姐的灵魂被击碎 但是他却什么都不能做 只能站在那一动都不能动 其他人好歹有个参与感 他是连参与感都没有 幸亏封王还是有点傻的 他亲手打开了地狱 本来想把北洛夏林全部扔进地狱去 在地狱中煎熬而死 万万没想到 雪王在死之前将藏原兵送到了地狱里 地狱是谁的天下 自然是藏原兵 这五个将军哪一个不是从地狱里出来的 这一下反而让藏原兵破困了 找到了正确的路 至此 藏原兵团队及其大战剩下的双亡 张和即将登场 看到这的朋友就有些好奇 怎么感觉藏原兵的团队 就藏原兵看着还挺厉害 不但觉醒越变越强 怎么其他几个人好像越来越惨 他们三人实力到底是如何呢 首先祝了藏原兵这位 你一定想不到夏林是最强的 也是成长属性最高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守护里 李轩元就是一个bug 可以靠自己修炼提升实力 并不会像其他人那样 受限于纪理人的灵力 拥有仙魔人三种形战 应该是仅次于神武林行天 和项羽吕吕吕吕的存在 目前只是夏林自己修炼灵力太低 所以没有发挥出来 而燕风扎其实才是 目前藏原兵队里最强的 是团队中第一个进入 大焦热状态的精灵人 他的飞联还是一个魔武林 拥有着镇魂阶里面顶尖的速度 但是攻击力方面确实稍弱 北洛士门好像可能 也是一个隐藏的大bug 因为他的守护林实力名 很有可能在后期 觉醒成为齐天大圣 作者说的曹云明的阵营里面 会有神武林 说的可能就是北洛士门的变化 但是目前大焦热状态都没料 而风花显月四王是上古神明的 能力方面不是用这个衡量的 其他三个完全打不过 好像也在情理之中 后面几集剧情应该都是高燃了 各位可以好好的去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